关于武器的先进性 美国可以说是当仁不让的第一 不管是陆地装备 空中武器 还是水上舰艇 美国在世界上的排名都是名列前茅 而本期视频要讲的 则是一款新型的战术导弹系统 而这款新型的战术导弹系统的名称 叫做Precision Strike Messal 简称PRSM 这款导弹的研制 则是从M-1 MGM-140战术导弹系统的基础进行研制的 在性能上 PRSM导弹系统要比MGM-140战术导弹系统更加的远 但当时由于INF条约的限制 美国不得不将这种导弹的射程 降低到500公里的距离 但它拥有的能力却不止如此 其射程据说最远可以达到1600公里 如果将其部署到摊岸上 它是能够对远距离的军舰造成很大的威胁 而其PRSM导弹系统除了比MGM-140战术导弹系统射程远外 它的准确度也是比MGM-140更加的精确 在速度上也是要比它更加的快 据消息称 PRSM导弹系统即使是在面对海上快速移动的目标 也能做到精准打击 这种能力足以震慑一些想要登陆的船舰 可以说这种能力对暗机防护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在外形结构上 PRSM导弹是拥有圆柱形外壳的单极导弹 而它的头部整流罩则视为尖形 并带折叠式尾多 在尺寸上 PRSM导弹与MGM-140战术导弹也有很大的区别 这主要还是因为它的推进材料更多 至于这款PRSM导弹系统的来历 最早是在2016年 当时的美国陆军想要一种能够取代MGM-140导弹系统的武器 它必须拥有比MGM-140导弹系统更加精准的打击能力和射程 这时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公司表示 可以进行研制 于是这两家公司这就形成了互相竞争的关系 于是两家就开始研制这种导弹系统 但当时的美国还未退出中导条约 因此在拟定技术任务输制时 规定了该型导弹的射程 但在作战要求上 规定了这种系统要比ATACMS系统更为便捷 更加精准 到了2019年12月 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对自行研发的PRSM产品进行了第一次试射 据有关人士称 当时的导弹是从M142HIMARS自行火箭弹发射筒发射的 当时该型导弹只飞行了240米的距离 很多人表示第一试射是以失败告终的 但是美国当时声称 这次试射是以成功而结束的 不过为具体描述当时是如何进行试验的 而经过这次试射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是实现了对主要对手公司的超越 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经过上次试射后又在2020年的3月份进行了第二次试射 在这次试验的时候 据说是有两种型号 其中基础型号使用的是固体燃料发动机 这时它的射程就已经具备60至499千米的射程了 而其根据资料显示 这种型号的导弹在不进行原则性改装的情况下 射程还能更加的远 而这种型号的导弹当时配备的是卫星导航自动驾驶仪和惯性导航 这能让它进攻以至坐标的目标 而在战斗部上这个型号的 据说可以搭载227千克的单体战斗装药 其威力比MGM140更加的强 而到了2020年6月的时候 美国陆军某试验室基地 开始了对导弹使用的导引头进行新的试验 这次导弹导引头的试验 据说是将其悬挂在飞机的机翼下进行飞行测试 在它飞行期间 这种导引头成功地探测到了地面和水面上所设定的假想目标 而当时的美国陆军则是表示这次试验所采用的是试验样品 其能力只使用了它的一半而已 美国陆军还称将会进行新型的试验 并称这种导引头将会针对一些典型目标测试 来验证它的全部性能 而完成这种导引头的测试后将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而这种导引头中包含的有雷达和红外设备 其中的雷达具备主动模式 在雷达完成工作后将会在红外系统进行瞄准 从而能让导弹更加精准的击中目标 而对导引头试验结束后则进入到另一个阶段 那就是将导引头加到导弹结构上 不过具体将会在什么时候进行 当时并未阐明 至于PRSM系统的发射装置 据美国陆军当时称 也将和它的前型号一样 基于M270或M142火箭炮系统发射装置上 如果在MLRS制式装置上时 它将会安装四枚导弹发射筒 如果在HIMARS上将会装载两枚导弹发射筒 而使用这种现有的装置 不仅能为改型导弹的研制节省时间 还能让自己的士兵熟练的使用 可谓是一举两得 除了上面提到的型号外 这款导弹还有后一种型号 这个型号的导弹更有意义 不过目前这种型号的导弹 正在进行改装中 具体何时出现还是未知 但是它的性能 要比上一个导弹更加的强悍 而关于PRSM导弹系统 据美国陆军表示 将会在2023年的时候 配备射程为500公里的战术导弹系统 到了2025年以后 将会为陆军配备射程拥有 700到800公里的准弹道弹药系统 至于在2023年服役的PRSM导弹 将会代替ATACMS导弹 成为陆军导弹部队主战武器 但是具体如何 我们不能过早定论 虽然美国已经研制出来这种导弹 但是要量产还要一段时间才行 所以现在的MGM-140战术导弹系统 依然是美国陆军不可少的装备 在这儿也为大家稍微提一下 这个MGM-140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该导弹系统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所研制 在型号上是属于地对地导弹 它的射程在160公里 所试验的推进动力是固体燃料 在外形上它高为4.0米 其直径为610毫米 在发射装置上 之前也提到了 可以使用MLRS或HIMARS 而它首次在战场上亮相 是在沙漠风暴行动期间 当时由M270 MLRS发射了32次 而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 它更是发射了450多枚导弹 截止到2015年 该导弹系统已在战争中 发射超过560枚ATACMS导弹 从这也能看出这款导弹性能的不俗 因此这款导弹在这些年中 也衍生出了4种主要型号 其中M39型 这种导弹的射程只有128公里 比基础型号的射程还要弱一些 而M39A1型的导弹 最大改进是增加了GPS导航 让它的精准度得到了提升 至于M39A3 则是在战斗部上的提升 为它加装了反坦克炸药 不过到了2003年 美国对这中型号的导弹就放弃了 因此M39A3从未完全投入使用 至于最后一款MGM140E 它的改进则是结合了前面几款的导弹优势 采用了GPS和惯性导引 并在威力和射程上进行了提升 不过当时因为导弹技术管制体质 只将其射程提升到了300公里 但当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已经具备了更远射程的研制 只是因为条件限制没有研发 这也是在研制PRSM导弹系统时 洛克希德马丁超过雷神公司的原因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有哪些想看的武器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另外大家觉得PRMS导弹系统的极限射程 将会达到哪种程度呢